过去楼殿火车站南车的台湾出门站到日本一天地的村口 在台湾的科构推进主义后 就被几位成为楼殿的科构电视告示 正常出头文部的电视到够有提供 后来市府为了提升举办地区的文化能量 在文化教的政策之下 在中央在泽泽力素行动的教会保障 对2006年开始整件 也因为在日本时代 该地区就是受于汤池、淹池、水池和台池 四铁共和的特殊环境 所以文化教也将这个地方整个身为加南大传 跟科构以及围组地的文章园区 过去这个地方就一直是非常重要的物资的转运站 那同时它也是整个迦南 这个大郡的水利系统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点 所以我们已经在这个地方 透过考古的方式 有我们的考古中心 包括这边也典藏了很多的这些 文化资产的物件的部分 包括食材的部分 那所以未来这个地方希望作为一个 很重要的文化资产的教育园区 让民众来这边可以了解我们台南的这些文化资产 同时也透过这边的展示 沉浸室的剧场 那来了解说整个乌山头水库 跟整个加南大郡的整个历史文化的一个发展 19号行后市场文博特也特别健康市场 以了解整个方向经历的状况 也因为这个家卫有分之几个月 所以也有部分已经完成 但是有的地区也还在时间的前行 市场就在提出文化教的报告一 刚刚听了这个介绍 我们四铁共构是一个点 那有个水镇是一个点 然后那个四铁的那个 那个移基也是一个点 那怎么样子看那个考古人员 他的一个作业 还跟文物的一个典藏也是一个点 那建筑物本身就是修复起来 就是蛮有看 蛮能够看的 不管是从里面这样看的结构 或从外面的看它特殊的 我想说这个地方 希望能够精心打造 那绝对不要成为文字馆 我们希望说能够成为一个 一文活动发生的地方 也是这个民众来做深度的 这个文化之旅的一个地方 借航区未来整个百年大纯的 沉浸市局长 到科高工作的环境参观 希望新闻大企百地区 重要的观光景点 跟文化交友提供的基地 尤其在12月份正式来开用 但新闻郭博弈 蔡宏博德